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选择图片 也可以选择数字 看看你9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具体走向呢 OK 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主题吧 哈喽 选到第一组的哈 好的 首先出来了 出来的是什么呢 圣杯皇后啊 圣杯皇后这张牌 那么圣杯皇后代表说什么呢 过去的话你们可能最近都会一直沉浸在一个情绪里面呢 就有一种情绪的倒灌在里面 然后呢你们最近可能会更加的注重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啊 像是什么相亲啦 或者说是有一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啦 相亲啦这一块的都算了 就是一些与人之间的一些连接啊 什么的可能会对于你们来说会非常的重要 其次的话最近可能会有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困扰啊 就像是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倒灌啦 情绪方面的一些影响啦 什么的是会比较重要一些的 其次的话你们最近可能人际关系这一块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交往这一块 遇到的一些问题会让你的情绪变得非常的反复 那么当下来说的话 哦 这张牌啊 这张牌的话代表说你当下来说可能 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有一些人是有一些容貌焦虑在的 就是说啊觉得说自己不好看啦 对于自己的这个容貌容貌这一块的话焦虑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部分可能你们的感情当中呢 是有一种若即若离的这种状态 或者说你们在感情当中呢 可能不太喜欢被束缚 想要随时都去突破 或者说随时从这种感情的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 有这个意思在哦 因为他这张牌的话呢 他首先他会代表说一些容貌的焦虑 甚至会代表说一些可能会觉得说啊自己是不是老了 嗯 要么可能会觉得说啊 是不是自己的一些身材方面外貌方面没有那么的完美 其次呢 他也会代表说就是有一种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情深这种感觉哦 还有就是在感情当中的话呢 嗯 虽然很动心很很就是放不下 这张牌绝对不是放不下哦 这张牌他确实很容易放得下 他是属于那种很喜欢 但是我也可以放下你 是这样的感觉对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哦 那么再看一下还有一些什么呢 哦 这张牌哦 这张牌 这张牌哎呀对焦哦 哈哈哈哈 OK对焦了之后呢 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后继 呃不足的感觉后继不足 而且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挑战 很多的一些阻碍 有这个意思在哦 这张牌我整个现在是一个阴间滤镜的一个 呃相机的画面是有点阴间滤镜哈 不过没关系 那么这张牌 全张七啊 首先两张都出现了火元素 那么代表说你们最近的话会 非常的迫切的想要去做一些什么 改变一些什么 想要让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 发生一些改变这种的 但是呢呃你们的这个 行动的过程当中是遇到了很多的这种阻碍的 而且这个阻碍呢 它是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时间线会拉的非常长 很长一段时间才可以去改变的这种 并不是说一时半会就可以去改变的 其次呢 它也会代表说不可以三分钟热度 所以呢 这张牌当下呢 除了感情这一块和外貌这一块 还会处于一种非常暧昧的 就又在这个三分钟热度 和又在长线持久的去坚持这个非常煎熬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拉扯 就有点像什么呢 理智会告诉你们啊 我一定要坚持 就有点像减肥了 我一定要坚持 但实际上呢 你真的要真的到那个该去坚持的那个时间段的话 就感觉好像有点坚持不住 但是呢又想要说继续 就是这种反复拉扯的这个感觉啊 其次的话 当下来说你们可能最近是有一些计划受到了影响 就有点腰斩 有些计划被腰斩 有些计划你可能已经想好去怎么做了 对于一些未来的一些蓝图啊 哪怕是一种显化啊 你可能都想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有很长时间的累积 但是因为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嘛 像是什么疫情啦 或者说是什么外界的一些环境啊 这方面就彻底给你打碎 彻底给你打破 就这样的感觉 其次呢 他这边权杖七啊 权杖七的话 他本身是火星落到了狮子座 火星落到狮子座的话 他这个对于小孩娱乐场所 娱乐的一些追求 对于一些小孩啊 这一块 而这方面的话 就有点像是什么 如果是学生的话 学生的话呢 他本身自己就是小孩的话 他可能会去追求那种娱乐方面的 对 如果是成人的话 那么他会去在一些有小孩的一些场所 比方说是老师啦 对 这个牌的话 他头一次会感觉到有老师的这种感觉 老师啦 娱乐场所啦 他更有点像是辅导员 他不是纯粹的像是那个 呃 那个叫什么来着 教皇那张牌 五号牌 教皇那张牌 那么强烈的教师艺 它是一种 类似于孩子王 统帅 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的话 就是以行动来证明 自己是可以争取这个项目 或者可以去领导这部分的人 领导比自己稍微年轻的一些人 可以去领导他们 呃 这方面的这种感觉 对 所以呢 他不一定真的就是小孩了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辅导员 呃 类似于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呢 最近的话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 呃 影响吧 像是什么领导某些人呐 什么的这种 其次的话 看一下你们九月份的运势是如何吧 说了五分钟了 哈 好的 快点 快点 呵呵呵 五月份的运势 哦 不好意思 那个什么 九月份的运势是如何呢 OK 看一下你们九月份的运势 九月份的运势 好的 这是什么 哦 好的 九月份依旧会对自己非常的严格 对 很严格 严格的同时呢 你必须要从当下的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了 不能再继续困在过往的这个状态里面 就是必须要从当下的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 走出来之后呢 去到一个更好的未来 更OK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更OK的 嗯 未来的过程当中呢 很有可能还是会有一种 啊 我之前在什么什么时候是很好的 就经常会有一句话呢 就是什么 啊 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多么多么的厉害呀 就有一种会去环顾自己的过往 啊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但是在自己环顾自己过往的同时呢 又会去创新 创新出一些新的一些旅程 新的一些开始 有这个意思在哦 首先来看一下吧 首先你们这边抽到的是 那我刚刚说到的这张牌出现了 OK 呃 首先的话你们这边抽到的是这个 权杖国王 然后圣杯四 呃 圣杯三 首先权杖国王呢 他会代表说有一种就是 眼里容不得沙子 非常非常的就是以权势 或者说以自己所掌握的一些技能 想要去做一些什么 就是以自己的理解 自己的世界观去强加给他人 这种感觉 但是不一定就是负面的说 啊 强加给别人是不好的 我不喜欢控制于那么强的自己 并不是这样的 他是有一种把自己的理念 和把自己的坚持活出来的 这个意思在里面呢 还有呢 从这个权杖国王一直走到这个 圣杯四的话呢 他会代表说 当你去尽情的做自己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 当你尽情的去发挥自己 想要把自己的理念表达出去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 从而让你思考说 这个真的是你想要去坚持的吗 比方说你和一个人谈恋爱了 然后你坚持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在九月份的时候 你突然会发现说 我真的想跟这个人在一起吗 他真的可以带给我 我所坚持的吗 或者说我坚持这段感情 我最终的收益 是否是我真正想要的 他能不能给我带来我想要的生活 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和考量在 尤其是他这个 圣杯四是躺平的一张牌 给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他是一张躺平的一张牌 躺平的这张牌呢 他是会有一种 就是说外界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先把自己的这个事情想清楚了 再说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呢 所以呢 他是有一种思考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呢 就是会从一个非常基本的 你本质的一个情感需求上面去考虑说 哪怕是工作也好 或者说哪怕是你的这个生活也好 是否能够给予你你想要的 或者说你的住所 哪怕是再说轻巧一点 比方说某一个项目 某一个你一直以来觉得说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否则的话 我就没救了的这些事物 会在九月份迎来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你会看到一些不同的道路 就像是什么 在这里很有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会有容貌焦虑 觉得说啊 我一定要变瘦 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但是突然刷到一条信息 或者说突然看到一些新闻 就会觉得说 好像不减肥也没有什么 好像胖女孩也会有很多人喜欢 就类似于这样的 突然去开始 去推翻过往 你一直所坚持的这个事物 其次呢 在这里面也会有一些感情方面的一些挑战 比方说是感情方面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真的是我需要去坚持的吗 类似于这种的 反过来去思考一下这样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间段的话呢 我看到的是有六七两个数字 六和七 对 所以呢 很有可能就是十六十七 或者是二十六二十七 这个时间段 然后在这里面也有看到说 有一些新的人进来 在这边 新的人进来呢 是这一张圣杯三啦 当然是圣杯三 圣杯三的话 它会代表说 有一些遇到一些新的朋友 认识一些新的人 然后认识到这些新的人之后呢 可能会跟他们开启一段 就是很好的友谊了 我不太想说 啊一定会有新的桃花 或者是怎样 在这一张牌里面 我不太觉得像是桃花 更像是一种友情友谊的延展呢 所以呢 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人 新的朋友 可能在你 嗯 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的这个文学 已经文化沙漠 就想到了一个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就就想到了这么一句 就这样的感觉 给我的感觉是 就有一种 你可能是 之前一直觉得说 我好像是一个人 在单打独斗 也没有太多的人关心我 我好像也习惯了 没有太多的人去该关心我 但是呢 突然又出现了一些人 原来他们默默的都一直在关注着你 哪怕是同时 哎 我发现你最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 你辛苦了 就类似于这样的感觉 就一下子会有一种非常暖的感觉 一下子暖上心头的这种感觉 哇 原来我做的这些事情 还是有人能看到的 就类似于这样的感觉 或者说 你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 你觉得说 啊 我一个人单打独斗 有点像是五根草一样 单打独斗习惯了 但是呢 呃 这一次的话 你也准备好了装备 拿好了行囊 准备去单打独斗的时候 突然就变成了团战 好多的人过来帮助你 好多的人给你提供了很多的 这个启发和帮助 这种 这种感觉啊 对 然后呢 在9月份呢 看一下你们的财务状况吧 财务状况呢 我倒是觉得说还可以啊 财务状况这边呢 可能会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被一些太多的一些甜点啦 甜食啦 或者说是一种糖衣炮弹啦 我想到的确实是糖衣炮弹这种感觉 就是糖衣炮弹啦 什么的这种 迷惑了自己的眼睛 或者说 嗯 滑而不实 嗯 这样的感觉 这种地方可能会给你们就是 让你们花很多的钱 或者就是 我觉得理财 或者说买东西的有一个个人的观念呢 就是当我的使用率 我会去看使用率 当这个东西 这个物品的使用率越高的话 我会买比较好的 或者说是 呃 这个 它的质量会比较好的这种 对 如果这个东西的使用率 像是一些奢侈品 放到那边的摆件 摆在那边的话 那你要是拿来做饰品的话 那无可厚非 但是你单纯来摆 或者说是一些奢侈品 你会把它包起来 放起来 一年都不再去用一次的话 我觉得是不太划算的 对 可能需要稍微注意这方面的一些 就是攻击啊 就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词啊 可能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流行啊 就什么什么刺客 这种感觉啊 就是为了自己的颜面 或者说为了面子 或者说怎样 就莫名其妙 付了太多的钱 买了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 这种感觉啊 所以 还是要以使用率为基础 这样会很好的理财啊 这是我的理财第一步 个人经验分享给大家 还有呢 在这边抽到的是这个 这个牌 这两个有连接啊 我看到的是 这两个之间的这个连接 那么很有可能你会遇到 一个颜值还不错的女孩子啊 对 或者说 她不一定只是女孩子 她也是会指一个 喜欢去做 喜欢去做自己事情的人 就是 喜欢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非常的独立 对 然后呢 非常的喜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是这种 这个我不知道该用 什么样的词去描写啊 就是 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它算是一种 放荡不羁的感觉 还是说一种 稍微有点自私呢 或者说 不是自私 应该是任性 她过度的时候是任性 这张牌 过度的时候是任性 所以他们两个连接在一起的话 我会感觉说 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个这样的朋友啊 对 非常的就是 工作方面 或者说是 在这个 日常生活方面 尤其是有些人可能刚开学 或者是我们大学生朋友啊 什么的刚开始 开学 可能会遇到一个 性格非常的 落落大方的 然后 她是放荡不羁 看起来很酷酷的 或者说是 看起来就是 会非常的 颜值很在线的一些人 可能会帮助到你 这种感觉啊 对 而且呢 这个新的朋友呢 她可能会给你们的工作方面 带来很好的便利 我看到的是这样的 对 因为刚才看到事业的时候 就感到 看到他们两个是有一些连接的 其次呢 在这边又出现了 就是 缺少了什么呢 缺少了土元素啊 土元素 那么这一组的话 你们可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9月份的财务状况 9月份你们的这个财务状况呢 就像是我刚才说的 滑而不实的这方面 可能也需要稍微注意 如果需要再去找 新工作的话 如果大家这边 我看一下有没有人会找工作 有啊 全账 这两张牌 互相是有连接的 首先全账期遇到很多的挑战 然后圣贝斯重新思考 重新思考过程 很有可能会出现说 换工作这一块 换工作的话 很有可能你们这边 有一些朋友帮你们介绍的 或者说朋友们 帮你们的一些安排啊 或者说是一些 意想不到的人 给你们的一些机会 这种感觉啊 所以你可能需要把 那一份订单先交出去 开玩笑的说法是订单 什么叫订单呢 就是我真的想要去换工作 而不是说我到底换呢 还是不换呢 是真的要去做一些改变 这个时候 那个机会才会找上你 是这样的感觉 那么感情方面的话 感情方面重新思考 重新思考了之后 有些人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说 要不我们先做回朋友吧 这种感觉 这个的话 嗯 我补一张吧 感情方面 我补一张好吧 感情方面 建议九月份淡定了 先淡定了 九月份的话 很有可能 你们的火气会比较旺一点 因为你们就是过去 现在这一片的话呢 火元素有点重 所以火气可能会比较旺一点 请不要着急做这个决定了 女基斯啊 女基斯不要着急做决定啊 很有可能你做的决定 会让你彼此错过一个很好的交流的这个机会啊 所以呢 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有伴侣的话 就是有这种 我们要不要做朋友的话 先先等一下吧 九月份你火气比较大一点 除非就是你想要以朋友的方式 就像是两个人在一起 真的去培养出了友谊 对 友谊 这样的话 可能会对你们的感情会有更好的一些帮助 在这边看到的是 如果单身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在九月份 你们可能没有太想要脱单 如果你们是新的新的进入到一个新的学院的一些人的话 那么你们可能就是需要就有一个 怎么说呢 顺其自然吧 对 这张牌 它是有一种展现的意思 把自己的美好的一面 把自己的优点展现出来 然后剩下的顺其自然 就是这种感觉啊 那么在九月份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遗漏吗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建议好吧 九月份给予你们的建议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张吧 建议 哦好的 这张九月份的话 你们可以去做一个自我的一个改善呢 就是有一种让自己变得漂亮起来呀 或者说是让自己的这个外貌啊 什么的变得非常的好看啊 什么 因为这张牌出了名的臭美 开玩笑的说法就是臭美 所以呢你们可以就是让自己的心态放的变得轻松一点啊 专注一些搭配啊什么的 远离一些负面新闻啊 在这里面我看到你们可能每天都会去 嗯 在一种负面的新闻里面 或者说是在负面的一些言论里面 就是经常性的打抱不平 然后打抱不平的又很累的这种感觉 所以从那个状态里面走出来 稍微有一种玩乐的心态会更好一点 因为这张牌莫名其妙给我一种非常沉重的感觉 对 有一种好像是被外界所绑架了 给外界的一些道德绑架了 或者说是外界给你戴了一些高帽子了 啊你这个人是这样这样的 你这个人是多么的善良啊 所以你一定会原谅我当小三的这个什么什么吧 就类似于这种感觉 就类似于这种就会道德绑架你 让你去签一些不平等条约 就这种感觉对 所以呢 在这张牌里面建议大家 首先是可以去美美的打扮自己了 提升自己打扮自己 注重一些穿搭啊什么的 其次呢 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被道德绑架 是这样的感觉 那么看一下 哇我好久都没有用这个了 自从这个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自从就是看到很多大佬用了之后 我突然都不太敢用了 因为我是直觉系选手 这个没有系统的去学过 看直觉方面吧 看看你们这边 在九月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好运 好吧 什么样的好运 有人要结婚了呀 戒指承诺的感觉 一种结婚的这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些财富好的奢侈品 奢侈品这个的话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奢侈品真的要小心啊 OK 这真的是 首先出现的是什么呢 戒指 戒指 它是帮我补充了一下 刚才所讲的这个 就是奢侈品这一块 首先戒指它会代表什么呢 就是承诺啦 或者说是一种感情啦 这方面的意思在里面 还有呢 就是这个鱼啊 鱼的话它 有点像是财富啦 累计啦 这样的一种感觉 再然后来到的是一个老鼠啊 老鼠的话 它会有一种 就是小偷的意思 所以就是 可能需要稍微注意的是 奢侈品方面带来的一些 财富方面的一些 就是什么什么样的刺客 这种感觉 其次呢 它会代表说 就是在伴侣方面 不要被它的颜值 和财富所迷惑 需要更多的注重这个人 他本身的这个人品是如何的 或者说他本身 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 有的时候就是对于人来说 有些的人的本质呢 它并不是说 他多有钱 这个人就是非常的 人品高大上 也不是说这个人 财富不多的话 他的这个人品是不太好的 不能去这样去衡量 更多的是 有一种本质在里面 它的本质是什么 这一点可能会更重要一点哦 OK 还有呢 我看一下哈 还有的话 就是有一种契约 这种长时间那些契约 可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契约的稳定性啊 就如果是有一些 要去签那些合同 长时间的去签的话 可能需要稍微注意里面 是不是有不平等条约哦 这老鼠牌的话 会给我一种很强的 不平等条约 好像自己的权益 被别人所掌控了的 这种感觉 OK 那么看一下 这个 黑月 黑月 我最近是一直很想要 去录一期 就是用以前的话 录一期好像是会用七八副牌 就这种感觉 今天的话用了三副哈 OK 看一下你们九月份的运势 摩羯座 首先摩羯座的话 就是我会想到腊八粥 对 所以 它会代表说是一种 很长时间的 就是一种长时间的累计 非常 就像是严寒里面 在风雪里面赶路的路人 他在矮矮白雪里面 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回走 然后 这个过程呢 并不能说 啊 这个人非常的辛苦 不一定 但是呢 他的步 步法 必然是 举步艰难的 嗯 所以呢 他是会代表说 一步一个脚印 长时间的去做一些什么 而且他的守护星是土星啊 土星这颗行星的话 他会代表的是寒冷 老 就是年龄大了的这种老 还有他会代表说纪律 这种的 啊 还有就是规则 啊 法律 其实就是法律了 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呢 首先抽到的是摩羯座 所以呢 很有可能就是你们的工作呢 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好 每一项事物 当你们把一小部分的工作 每一个小的一些点做起来了之后呢 把它串成一个圈 就会发现说 这个工作会突然一下子化身为龙 一下子整个都一通 全部都通起来 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好像是什么呢 做一个小节点 再做一个小节点 再做一个小节点 最后全部把它串通起来的时候 串联起来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金色传说 就是这样的感觉 而且摩羯座工作嘛 长时间嘛 它会代表说恶魔派 所以9月份的话 有一部分人可能需要稍微注意烂桃花 对 恶魔牌 对于工作来说是非常好的牌 但是对于这个感情来说的话 不太好 不一定说是摩羯座对于感情不好 而是说这副牌 摩羯这个符号背后的一些 符号背后的一些 就是这个代表意义 然后再看一下 又会抽到什么火星啊 火星在摩羯是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 火星摩羯 摩羯座的话呢 就像是它的战车 火星的战车 Mars Mars的战车 所以你们在工作方面的话 一旦就像是我刚才所说的 每一个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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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好了之后呢 它就会像是战车一样 全部都串联起来 其次的话 如果你们有拖延症的话 反而会让你们的脾气变得不太好 因为火星的这个能量 它会代表说一种战争 或者说代表说一种就是 行动力 血液 然后呢 火星的话 它往往会代表说一种 征法 征战 快速地想要去达成一些什么 行动力 这种的 所以当你们的行动力足够的时候 你们会过得非常的充实 当你们的行动力不够的时候 你们就会莫名其妙地想要发脾气 莫名其妙地就想要和别人发生争执 所以呢 在九月份对你们来说 行动力会给你们带来不朽的财富 这个真的是金色传说 这张牌 OK 那么这一组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哦 拜拜 哈喽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 来看一下吧 首先你们这边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好的 最近你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深度睡眠呢 你们 这个首先抽到的是这个保健酒啊 保健酒的话会代表说你们的想法 思维非常的多 对 想法和思维第一方面会非常的多 第二方面的话就是会有一点 晚上想太多 睡不着 对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哦 还有我看一下你们就是过去一段时间是什么样子 行动力受阻 行动力受阻 想法什么都特别多 尤其是对于一些学业呀 毕业呀 或者说从新的一段感情里面离开呀 这方面 不是新的一段感情 不好意思 是旧的一段感情里面离开呀 类似于这种的 这方面呢 可能会让你们觉得说 就是想法有点多 或者说想太多 而且你们很有可能会有一种 乏味感 就好像是 从旧的一些感情 还是怎样 旧的一些境遇 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乏味感在里面呢 然后是这一张 这一张呢 哦 愚人牌啊 当下来说的话 你们是很希望 很希望就是有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的 重新去开始 重新去 开始自己的生活 重新去 从零开始展 自己的一些未来这种的 再然后它也会代表说 最近可能会有一种 从未有过的冲动 对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 从未有过的冲动 可能你们之前的话 都不太会想要去做这做那 但是现在的话 会有一种 从未有过的冲动啊 再然后这边抽到了一个 就是这个 水瓶在水星啊 水瓶在水星的时候 它代表的是保健6啊 保健6的话 它首先会代表说 所有的电子通讯这方面 有关于电脑的计算的 全部都会 包括在电子通讯里面哈 其次呢 它会代表说离开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呢 很像是从过去的一个状态里面 走出来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或者说全新的一个环境里面 去有这意思在啊 然后在这边出现的是 真的开始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就它真的是开始说 去做一些 就是 像是什么 就新的一个东西 开始去做一些新的一个东西 比方说开始学画画 那么学这部分不算在这个全帐仪里面啊 就是你真的拿着画笔去画的那一部分 才算是全帐仪啊 所以就是全新的开始 想要去开始做一些什么 真正的就是 以自食其力也好 或者说自己的这个方式去做一些什么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呢 所以呢 过去 八月份可能是过得比较辛苦了 过的是会比较说 就有点压力比较大啊 环境方面那些压抑啊 什么的会比较大一些 然后走到九月份的话 是真的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我要开启一个新的开始 就有点像是开学 对 刚好是九月一号的话 大家都开学了嘛 开学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有点像是 新的学期 新的气象 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以 一个半年 或者说是以一个学期 一个季度为单位 全新的开始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全新开始去做一些什么 然后把自己的行动力 放到一些什么上面 这样的感觉啊 那么看一下你们的九月份运势是如何哈 首先看一下你们的九月份整体运势是如何呢 这张牌啊 这一张 哦 非常善解人意的一张牌啊 这张牌会代表说就是非常的善解人意 甚至它会代表说就是你们的这个就是人群当中的吸引力会非常的强 很吸引别人或者说是很吸引别人 会给别人一种就是想要去靠近你 想要去和你去交流的那种感觉 轻和力非常的强大 有一种在人群当中别人就会想要找你问路的这种感觉 就感觉好像你会给别人很可靠的这个回答 就是可靠感会非常的强 在人群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而且它这个有点像是那个冰雪女王有没有 就那个Let it go Let it go 就那个 请原谅我五音不全的发音哈 就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啊 就是从一个过去的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放下一些什么 然后进入到全新的状态里面这种 然后这张牌的话它也有学习的意思啊 所以你们很有可能在九月份会开启学习之旅 甚至会开启一些全新的旅程去学到一些新的一些东西 新的一个就是开始这种感觉 开始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了 开始说学到一些 就是你之前可能一直有想要去学 或者说像是健身啊什么的 这张牌也有健身的意思啊 所以呢一直想要去健身啊什么的 然后九月份开始去实行这种感觉 然后继续再看一下还会出现什么 还会出现了哦 这个教皇牌啊 这一走牌的话你们很有可能会学一些新的东西 学一个新的技能啊 有点像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老师啊 他这个万年老师这种感觉 很有可能会遇到说一个 就是亲和力感非常强的一个人这种感觉 或者说是你们会去学一些新的一些东西这种感觉哈 然后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在这边 哦 这一组的话财运不错 这张牌的话你们可能会在九月份真的去投资一些什么 投资自己去学习一些什么让自己的这个学习能力max 或者说让自己的这个学习状态非常的ok去掌握一些新的技能这种感觉啊 所以九月份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学习的月份 然后在九月份呢你们也会去接触到一些新的人 因为在这边抽到的权杖一啊 权杖一他本身就是会有一种接触到一些新的人 正式跟这个人开始一些约会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呢很有可能你们在九月份呢是会去约会 对或者说是去和一些人去约会或者说遇到一些新的人 这些新的人很有可能和教学有关系很有可能是你们在同一个兴趣班里面去学习的一些新的人 对 这组的话学习氛围非常非常非常的重很有可能是你在去学习某样东西的时候 你的这个其他的运势也会有所提升 比方说啊 最 嗯 怎么说呢 最保底的这个投资 比方说是这种最不会抠本的投资就是学习一些东西 因为技能这个东西的话学了一门本事就会就是学了一个手艺的话你永远都不会饿死 就是这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呢在这边看到的是你们很有可能就是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新的桃花 或者说新的一些机遇和这个新的一些安排这种感觉 只要这种安排呢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命运的安排这种啊 还有呢在这边也有看到说一些感情方面的话 他是会有一种在感情方面更多的注重一种感觉 对 就是我感觉对不对 我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我跟他在一起会不会有一种荣耀感 我跟他在一起会不会有一种愉悦感 我跟他在一起会不会有一些安全感 就是会更多的考虑一种感觉方面的一些问题 是否这个感觉是否能够对 或者说这种感觉是否可以就是让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说 面对这段感情 或者说这段感情该如何去投资这种感觉 如果是这个伴友伴侣的大家呢 就像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 如果是单身的大家呢 那么很有可能你们会遇到一个就是有年龄差 然后这个人亲和力非常的强 就真的有点像是哥哥一样的类型 这个哥哥或者说姐姐这种类型 这样的感觉 这种哥哥或者是姐姐呢 就是会有一种非常的愿意去替你安排一些什么 或者说你跟他约会的过程当中呢 他会把很多的事情打理的很好 或者说会把很多的事情安排的很好 就是这样的感觉 其次呢在这边又抽到了一个新币国王 新币国王呢 他是会有一种就是土元素非常非常的固定化 所以呢你们对于未来 在九月份很有可能会做一些影响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决定啊 就是这种决定 他不会像是全章二一样 这种影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他这个是有点抉择衡量之后去做 全章二的话呢 他很有可能就是感觉对了就去做了 而这个呢并不是会有大量的数据 或者说大量的这种非常直观的客观的一些东西 然后再去说要不要去做 或者说要不要去投入这样的感觉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张牌 一个精明的商人 一个很懂得去营造自己的人 一个很懂得去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的人 还有一个喜欢扮猪吃老虎的人 当然了这个喜欢扮猪吃老虎的人是大家还是这个 你们会遇到的贵人 那就不太清楚了 对 然后工作方面的话 可能会更多的注重一种专业性 你们可能会在工作当中 遇到很多个专业性的一些问题 还会从一些就是非常乐于助人的一些人 那边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还有在这边有看到一些就是 有一些是好的一些人 不好的一些人呢 就是会为自己的利益 或者说为了证明他自己是对的 然后开始无限的说教 对这样的感觉 所以当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就同意他们的观点就可以了 啊对对你说的都对就可以了 真的是这样的 有些人拼了命的去维护他自己的观点 其实就是为了去证明他自己是对的 或者说他的这个价值观是正确的 这种感觉 因为当一个人的价值观受到挑战的时候 他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他的生命受到的挑战一样 会有同等的这种难受感 所以认可他就可以了 嗯 那么看一下给予你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在九月份 九月份这边给予你们的建议保健舞啊 时刻保持谦卑 不可以太过于膨胀 谦卑一些的话 或者说需要稍微就是 不要太过于张扬会好一点 就是有些人会非常的想要去表现自己 然后在团队里面把自己的优点 就是锋芒毕露 非常的放大自己的这个优点这种的 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 让你们的人际关系受到一个挑战吧 对 因为这张牌我抽到的时候 我内心里面所看到的两个字就是谦卑 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谦卑在里面 因为这张牌的话 当他锋芒毕露 就像这个图上面的女主角一样 当他锋芒毕露 这样的时候这种破碎感会更加的强烈 所以呢 需要有一些谦卑在里面 可能需要低调一点了 对 那么 再看一下哈 整体来说九月份 你们这边财务方面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 长期的投资这种感觉 这种长期投资就像是我刚才所讲的 很有可能就是你们 之前的话就有 这个 一些债务方面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是你们的财务方面 受到了一些挑战吧 可以这么说 这方面的话呢 可能就是会在 九月份迎来一个很好的解决的 一个契机 这种感觉 这个解决的契机呢 来自于你的工作 来自于你的长辈 来自于和你一起学习一些什么的人 这种感觉啊 还有呢 你们的如果就是财务状况很好的这个前提下 想要有更好的一些累计的话 那么在九月份你们可以做一些很好的一些投资 像很好的一些投资 保底不亏的就学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你们想要有一些实际的物质 一些物质方面的一些累计的话 那这个就要看你们懂不懂这些东西 对 比方说一些就财务方面的一些东西吧 我就不太细讲是什么了 我怕我的视频又需要被捡来捡去的 就是财务方面的一些东西的话 你们必须要懂得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运作是什么样的 不懂的话就不要去碰 那么这样你们必然不会遇到说一些就是奸商了 因为这张牌也有奸商的意思在里面呢 所以这方面可能需要稍微注意哈 然后看一下这个吧 看一下这个 OK我在这里这张牌拿了半天拿不过来 OK把它拿过来 好的 看一下你们九月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好运 九月份 哦这组的话学习啊 这本书 这女性她握着一本书哈 学习这方面 首先是有学到很多的一些东西 很有可能就是会去做一些手工啊 类似于这种感觉 手工啊 或者说是书法呀 手工啊 这种感觉啊 然后在这边还有什么 这高山牌 反复出现很有可能你们会克服之前一直以来的一些难题啊 这些难题在你们的笔记里面 难题的答案在你们的笔记里面 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 就好像是你们之前有遇到一些就是难题或者说一直以来困扰你们的一些东西的话 你们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你们的笔记里面 就是这种感觉 还有呢就是会有一些书面啊文书啊 这方面的一些意思在里面 就是你们先想要去签一些新的文件呢 或者说想要去签一些就是文件合同这方面的话 可能需要注意是他今后的收益是否值得你去签啊 这方面看到的如果有签合同啊收益这方面的话就是今后的收益是否值得你去签 是否是投入太大回报会太少这方面的问题 可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看一下这个吧 这副牌是真的大 OK我太心疼我的牌了 所以我还是这样抽吧 OK在这边首先抽到的是这张哦 这张牌好的 哦我需要再来一张 这张的话会代表说就是你们的一种 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就是你们的精神娱乐场所 你们的精神支柱 你们的精神 有点像是学习的这种感觉哦 对学习的这种感觉 然后在这边出现了一个也和学习差不多的一个风源所 所以呢它会代表说就是你们在九月份 你们想要去学习的方向是什么 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明确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它是否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乐趣 这部分的乐趣你可以如何把它进行一些变现 还有就是你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话 可能会在你们长期固定所待的一些地方 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就是帮助吧 对一些启发什么的 因为你好像就在那个答案旁边去绕圈子 但是没有看到那个答案本身是如何的 还有就是有一种平衡感在里面呢 就是思维的平衡和思想的一些平衡在里面 所以在这个平衡的过程当中 你们需要去做的就是问问你们自己的内心 你们对于你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那对于你们来说 就是比方说工作也好 我今天跟这个同事在一起吵架了 或者说我今天和在工作当中的这个 就是感受非常的不好 那么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财务对你就是工资比较重要 还是说舒服比较重要呢 这一点可能会需要做一个衡量和思考啊 在这里面也有看到说 有些人可能在九月份有一些新的岗位要去啊 新的岗位要去的时候呢 远近都OK 对 在这边看到的是远近都是OK的 更多的是看到在这个岗位上面 你是否可以坚持的更久 对你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一点会更重要一些 看到的是这样子的 OK 那么这一组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 拜拜 哈喽第三组哈 第三组来看一下吧 首先看一下 你们 噢 好的 恶魔牌 恶魔牌 你们在八月份发生了什么啊 恶魔这张牌的话呢 它会代表说在八月份 你们可能遇到了一些不好的感情 不好的关系 比方说同事同学什么的这种啊 就是一些不好的 让你们体验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些人事物 会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八月份呢 就是已经出现了 然后呢 让你们觉得非常的烦 非常的烦躁这种的 还有会代表说有一种折磨在里面 有一种感觉自己被束缚住了 捆绑住了这种感觉 就是一直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没有办法去达成 或者说你一旦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会有其他的一些事物干涉你 让你没有办法去把自己该做好的事情做好 这种感觉 还有呢 恶魔牌它也会代表说 就是有一种反反复复在里面 很有可能你在某一个错误的一些领域 或者说某一个错误 想要去矫正这个错误 然后就会出现说反反复复的去矫正某一个错误 反反复复的做一些什么 但是呢 始终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这个 就是结果这种感觉 挫败感 那么再看一下你们当下是什么状态 命运之轮啊 当下命运之轮这张牌出现呢 会代表说就是当下来说你们的一个转机出现了 你们的这个转机会把你们从过去的那种不好的一个状态里面 整个就是拉出来 但是呢 这张牌它有一些不甘心的意思在里面呢 当你们就是不甘心过于执着的话 那么你们的福分会降低 因为它代表的是木星啊 它代表的是摩羯座啊 所以木星在摩羯座是落线呢 木星的负面特质就会绽放出来 就比方说浪费了 膨胀了 过度自我啊 放大自我啊 这种的 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呢 所以呢 就是当你们不要过分去执着某样东西的时候 它木星会代表什么呢 丰盛啊 它会代表说很收获到很多的东西 也会代表说一种转机生命力这方面的 所以呢 它也会代表说当你们就是不再去过度执着的话 当下来说是你们最好的一个转机 或者说一个转运的一个时间点 就真的开始去转换了 转换到什么呢 就是转换到你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进来啊 这张牌的话呢 它是那个木星进入到天秤座 所以从一个可能过往当中过得不是很好 不是非常的给力 非常的就是有一些浪费自己的这个青春呢 或者说浪费自己的这个行动力啊 就或者说浪费了自己的时间的话 那么在9月份它会迎来一个转机了 转入到什么呢 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相处模式 或者说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相处状态里面去 所以在这边 它是代表说如果你不过分去执着某样东西的话 那么你必然可以进入到有一个更多的选择的一个地方去 因为它天秤座的话它会代表说是有一种平衡性选择性 那么这种平衡和选择来到木星的话 木星是有一种膨胀感在里面的 所以呢就是你会有更多的选择 就是这个意思在里面 然后保健4的话也会代表说 如果你之前累得跟一个老黄牛一样这样的 一直被打压或者说一直非常的累 压力非常大的话 那么在9月份会迎来一个转机和转运 转到什么呢 转到就是说你可以躺平 或者说你可以稍微放松休息 或者说你从一个非常负面的状态里面走出来 让自己终于喘口气好好休息一下 看看朝阳 看看这个世间的繁华 或者说喝着一口 那个叫什么就你非常可口的一个饮料 或者说喝着一口冰红茶 然后去看待万事万物 就会觉得说生活是如此的美好 就这种感觉了 然后看一下你们9月份整体的运势是如何 9月份整体运势的话 首先在这边抽到的是吊人这张牌 吊人好的 牺牲或者说是被牺牲 然后 那一些曾经打压你们的人 或者说那一些曾经让你觉得非常不好的一些人 会在9月份让你真实的看到说他们也会有应得的教训和应得的报应出现了 在这边看到的是 所以就是在9月份首先看到的是有一种转机在里面 吊人在这边的话 一个牺牲者和一个被牺牲者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牺牲者大概率就是你们抽到这副牌卡的各位了 所以呢他也会代表说一种双鱼座 一种内心的拉扯 纠结 难过 痛苦 曾经伤害过你们的人 会在9月份 就是让你们切实的感受到他也有今天 就是这种感觉 其次呢在这边看到的是有新的一些人进来 这个人他的自身条件还不错 然后他的这个就是能力也是非常的 就是你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能力 这种感觉 其次呢也有看到说就是有一些新的人进来 可能会有一些一见钟情了 或者说有一种新的接触 接触到一些新的人 真的就是两个人可以去约会的这种啊 所以这一组的话 9月份我可以打包票 必然是会有一些约会的 对 选到第三组的大家 那么这个约会到底是和自己的闺蜜 还是和恋人 那么就不一定了 因为权杖1的话 它是有一种热情奔放 很想要去和一些人面对面的去交流一些什么 有这个意思在 但是呢 不会仅限在这个恋爱里面 其次看一下工作运势吧 工作运势的话 在这边月初可能会比较累啊 对 月初会比较累一点 然后到月底的话 可能就会好多 月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 我看一下 可能十几号 12号 13号开始就会慢慢的就是 没有那么忙了 或者说慢慢的就是会有一种 定下来了 然后慢慢的整个步调啊 什么的都会进入到一种 就是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 整个步调都会进入到一种缓和的一个状态里面 就是好像习惯了那个节奏这种感觉 然后那个节奏感 就是当你不习惯某一个节奏感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非常的难 非常的别扭 但是当你有节奏感 习惯了那个节奏感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很爽 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在这边看到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是你们在月中开始 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节奏感出现了 然后 吊人牌 我在这边看到的一些 有一些目录在里面了 很有可能你们九月份 是不是给自己定了一些什么 计划什么的 这个计划的话 开始的时候会比较难一点 但是到月中旬的话 你稍微坚持两个星期 可能就会让你们有很强烈的这种 就是节奏感 和这种想要坚持下去的这种感觉 就上瘾了 真的就是上瘾的这种感觉 刚开始觉得说 啊运动我好累我好苦 到后面我不运动 我好累我好苦 就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财务方面还可以 对财务方面的话 这一组可能月初的时候 财务方面不是特别的 就放不开 对放不开 然后到月底的话 就是很多东西可能 月初是处于那种 很多东西想买 但是不敢买 但是到月末 月中旬 月末的话呢 可能会入手一些什么东西 这种感觉 嗯 还有看一下 在这边工作方面的话 也是一种节奏感 还有在这边 可能会被领导 就是领导可能会安排 你们一些新的一些工作 或者说 让你们去做这个 做那个 当你们做好那个工作的时候 领导可能会给你们一些加分 这种感觉 就感觉工作方面的话 应该是会被安排去做着做呢 但是做完了之后 他就完全OK了 就是这种感觉 还有呢 在这边看到说 有一些就是不太好的人 对 就很有可能是 他不太听你的话 或者说你的一些言论啊 什么的 他可能就是不太放在眼里 但是呢 你有的是办法去治他们 就这样的感觉 对 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 然后再看一下你们的桃花这方面的话 桃花其实也还可以 全张一出现的话 就像是我刚才说的 一定必然是会有约会的 那么再看一下 建议吧 建议这一块的话抽到的是 这张牌啊 这张牌的话 首先我看到的是 就是你们可能需要去稍微就是 提升自己的外貌啊 护肤啊 打扮啊 稍微打扮一下自己 提升一下自己 那么会有很美好的事情发生 这个美好的事情 我看到的 他就很有可能被人邀约呀 或者说是就预事会提升 我看到的并不是说 你打扮的漂亮 就会一定会有人约 你不是这样的 就好像是 你打扮的好一些 或者说让自己的外貌 就是提升一下自己的外貌的话 你的整体运势都会变好 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那种 你去 就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吧 就有一次我打扮的还可以 然后我去食堂打饭的时候 被食堂阿姨送了好多小礼物 就这种感觉 但是那个礼物的话 不是因为阿姨那个什么 就是看我好看就给我 而是说我是成为了 第几号几号那个打饭的人 就是什么 就有点像是幸运观众 就这种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们的整体运势可能会提升 所以护肤啊 或者说提升一下自己的外貌 去有一些很好的穿搭呀 穿一些漂亮的衣服啊 或者说是去让自己的这个面部清洁啊 什么的 然后就是整个人不用刻意打扮的非常的滑贵 就是稍微有一些精神一点的话 你的运势会提升 这是我头一次看到有这样的信息在里面啊 出现在圣杯女皇这边呢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你们可能 这方面的运势会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啊 然后再看一下 水元素牌 首先的话在月初可能需要更多的深度睡眠啊 一定要休息好 其次呢 一定要就是科学的睡眠 科学的饮食吧 对 这两张牌是有联系的 水元素嘛 所以的话 可能需要稍微注意 就是说 不要因为自己太辛苦 然后积压了太多的压力 整个吧 有太多的压力 或者说有太多的负面情绪 很有可能会把你 本来他四月 不好意思 本来他这个九月份 他是会也很好的 或者说是转运转的会很好的 但是一旦有一些心态方面 调整不过来的话 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运势啊 看到的是 那么再看一下这副牌吧 OK 稍等 我重新来一下 这副牌 他这个 好 看一下你们九月份会有什么 哦 好帅气的一个男生啊 好帅气啊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会非常的迷恋 这种类型的小哥哥 嗯 就感觉好可靠的样子 然后 看一下这边呢 哦 好的 可能稍微需要注意一下 和家人的一些关系 和伴侣的一些关系啊 就是能忍责忍 能就是 比 不要吵架的话 就不要吵架 因为这个火星的话 它这里面有一个火星符号啊 火星符号出现在四公的话 可能家庭啊 这方面的就是一些 就和家人的一些交流啊 和同居的人的一些交流 和这个 和你一起住的人的一些交流 可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像室友啊 什么的 就尽量不要发生一些 冲突和矛盾会更好一些 Oh my god 物理马赛克 好的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 尤其是同居的人这一块啊 同居的人 或者说是一些就是 室友啊 什么的这些 可能需要注意 跟他们尽量不要发生一些矛盾了 对 这些矛盾的话 很有可能会让你和对方之间的话 就是整个抬头不见 低头见 闹了矛盾多难受 是吧 所以呢 出现了一个老鼠牌啊 所以呢 要注意说 就是尽量的 就是换位思考 可能会给你们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然后来看一下吧 这副牌 Oh 摩羯座 又出现了摩羯座 摩羯座 好的 Oh 土元素的摩羯座 土元素的 摩羯座 我需要再来一张 稍微确定一下 火星摩羯 这跟第一组好相似啊 这一组的话 工作啊 工作这一块的话 你们可能需要就是 呃 更多的脚踏实际的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样的话 你们的收获会很好 你们的收益会很好 其次呢 在这边出现了摩羯座 摩羯座的话呢 会有一种就是 你为了什么会去做这个东西 或者说是你 你想要坚持的是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这个 追求的目的地是什么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呢 再然后这组火星是 非常的 这个 重的 所以这组很有可能会出现说 双子座 摩羯座这两个 人家摩羯刚才在这边 第一个牌 恶魔牌 就是摩羯座啊 所以摩羯这一块的话呢 也会代表说一种转变 转换 从一种长时间的一个 努力或者说长时间的 付出的一个状态里面 慢慢转换 转换成一种 过得会比较舒服的 一个状态里面去啊 还有我看一下 它这个土元素具体会发现 发生在哪里好吧 土 定一下这张土元素吧 摩羯窝了 摩羯炸了窝了 这张牌也是摩羯座 这只山羊它代表的是摩羯 摩羯啊 这只山羊 OK 啊这 这只山羊 它代表的是摩羯呀 所以呢 它这个摩羯座的话 它会代表说 这个就是你们的一些财务方面呢 或者说对于一些未来的一些 安排了 还有就是 你做了某一项 决定之后 你要做什么 就是解决了某一个问题 之后你该去做什么 这方面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考虑啊 对 OK 那么这一组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 拜拜 哈喽 第四组哈 首先来看一下吧 看一下你们过去是如何的 好吧 八月份 八月份这边呢 八月份这边其实来说还可以啊 就是有一种活在当下的这种感觉 很有可能就是你们在八月份呢 可能过的都是一种非常愉悦的一个生活 非常愉快的一些生活 聚会比较多啦 交的朋友比较多啦 或者说是有一种非常愉悦的 单纯的就是考虑说当下我觉得比较爽就可以了 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八月份 而且八月份你们可能说获了一些自信呢 对有一些自信的一些感觉啊 或者说是有一些消息 你们一直以来等待的一个很好的一些消息 还有呢 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些未来啊 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未来的一些安排呢 是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这种感觉啊 还有呢 这张牌它会代表说就是一种 呃 庆典 对 这张牌是有庆典的意思 而这个庆典的话呢 就是庆典的当天 不像是全帐寺那样 它全帐寺的话可能都是在安排 安排很多的一些庆典 这个呢 它就是单纯享受那个庆典 就是这样的感觉啊 那么再看一下你们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当下来说的话 太阳牌啊 这一组的这个能量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 首先抽到太阳牌它会代表什么呢 太阳牌的话代表说你们的这个整个状态呢 就像是天上的太阳一样 可以给别人带来说光亮和温暖这种的 当然了 太阳它也是一个凤大气 看看和它一起出现的是什么 和它一起出现的是一个 保健舞啊 保健舞 所以在这里面会出现两个极端了 第一个极端是什么呢 就是会有一点放大一些不安全感 担忧和焦虑 有一点害怕说 我之后要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去了之后 我会不会过得比较说累这种的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什么 就是把过去的一些不自信啦 或者说过去的一些有一种像是自我否定啦 或者说是有一种就是保健舞的那个状态嘛 就是一种被困住的 然后内心非常压抑的躲在房间的一个小角落 谁都不想理谁都不想说 就谁都不想跟他有一些交流啊什么的 或者说内心彻底封闭 别人一跟你谈一些这种恋爱方面的话题 你就疯狂会岔开话题 就是不愿意别人碰你内心的那一块巴 从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走出来 对 所以他和这个庆典是没有太大的一些冲突的 因为庆典的话 他是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这个压抑的话 很有可能早上想 有点像是晚上享受完了 然后早上过来更压抑 类似于这样的感觉 那么看一下你们九月份的运势是如何呢 首先九月份在这边抽到的是一个 全账九啊 全账九 所以这种九月份的开始 可能你们会比较忙碌啊 就是你们可能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吧 或者说你们需要去兼顾的一些事情 是会比较多的 对 还有呢 全账九啊 全账九 是一个迷惘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是月亮进入到射手座 在透特塔罗牌里面 月亮进入到射手座的话 他不从单 不从这个占星的角度去分析 单纯从透特塔罗的角度去分析的话 他是会有一点迷失方向的 有一些压抑的 隐忍的被外界环境所影响到的这种情况 然后稍等哈 我把三张都抽出来再说吧 因为很明显 这应该是有一些指向性在里面呢 好的 然后从全账九 一个比较压抑不安的一个状态 一下子来到了这个全账皇后啊 全账皇后 我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或者说我就是女王 无比的闪亮 就是这样的感觉啊 所以就是从一个没有太多的一些自信的一个状态里面 慢慢找回来自信这个意思在里面 然后后面出现了一个教皇这张牌 所以他是火两张火元素 然后到一个土元素 所以是有一种 可能之前没有太多的一些自信 或者说之前可能会一直担心的一些事情 在九月份必然会尘埃落定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挨个来看一下吧 首先看一下你们的事业这一块啊 事业这一块的话 首先在九月初会比较忙碌一些 或者说九月初你需要去担心的操心的 这已经不是担心了 是操心的事情很多很多 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九月的中段的时候 你们的这个一直所担心的事情呢 一直在就是让你们非常担心 或者说操心的这些事情 它是会迎来一个解决的 但是这个解决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粗暴的 这张牌啊 这张牌的话会有一点点笨拙的意思在里面 它有点像是什么呢 像主持人 有点像是孔雀型人格 就是这种非常强烈的主持人 会非常的落落大方的站到别人面前 但是对于那些业务型的 或者说对于那些专业型的这方面的这个 就是专业啊 这方面的这个问题解决的能力会稍微差一些 但是呢它是属于一种就是他的这个气场会引领别人帮他解决问题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并不需要自己去解决问题 那么大家也是在工作当中呢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而且也是会迎刃而解 而这个解决问题的人很有可能并不是你们 也有可能 不是 并不是你们 不好意思啊 就是这个解决问题的人很有可能并不是你们自己亲力亲为 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别的人帮助到你们这种这样的感觉啊 然后再来到这边是教皇牌啊 教皇这张牌的话 首先也是一张学习的牌了 所以在九月份呢 你们可能会通过和别人去学习一些什么 或者说通过观察别人的一些行为 从而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变得越来越充实 或者说自己的业务能力有所提升 在这里呢 它本身会代表说就是要么解决问题会非常的简单粗暴 要么就是轮不到你去解决问题 别人就会帮你去解决掉 这样的意思并不代表说大家的这个业务能力会比较差一点 当然了业务能力嘛 多学一点试一点 再然后这边抽到的是教皇这张牌 教皇的话 它首先会有一种就是上级可能会给你指派一些任务啊 或者说是你给别人去指派一些任务这种感觉 我在这里面很明显的从这两张牌里面 因为这两张牌它都是会有助理的或者说助手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 但有点像是你你可能会给别人去指派一些工作 你会帮别人梳理清楚他的思维混乱的这种状况 也是有可能的 OK 那么来到感情这块 感情这块的话 这一组是很明显九月份有脱单的倾向啊 九月份脱单呢 首先可能需要从过去的一个负面的状态里面走出来 多认识一些新的人 这样的话你才会有脱单的机会 很多人和我反馈说脱单了好长一段时间 但是呢很多人都在说我会脱单 但是到了时间点我就是没有脱单 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就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认识的人不多 这一点真的是致命的 所以多认识一些人吧 在这个前提下 这组是这两张牌都有脱单的意思在里面呢 还有就是有一些人会因为过分的执着于前任啦 过去的一些人啦 然后让自己没有办法从过去的那个状态里面走出来 接纳新的人 所以呢 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试试新的人不同的口味 不同的一个体验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所听到的 看到的 想到的都是不同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不要觉得说啊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感情都是一样的 我一定会受伤 或者说我一定会 呃就是有同样的一些经历 这种的不一定啊 不一定 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人 这样的话总有一款会适合大家这种 那么来到学业这块 学业这块的话应该会遇到一个还不错的老师啊 这一组 对 这张牌是老师的意思 还有呢 你可能会成为别人的很好的一个助手 这种感觉哦 有这种成为别人的助手这种感觉哦 还有呢 这里 这边的话可能会对于未来 未来你想要去学什么 未来你想要去从事一些什么 这方面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迷惘 这种感觉 从迷惘的一个状态里面 可能会遇到一些智者 或者说一些老人的一些建议 从而让你们从那种迷惘的状态里面走出来了 然后呢 看一下哈 感情状态 如果有伴侣的话可能会更进一步 对 这组伴侣方面倒是没有出现太多的一些问题哦 OK 那么看一下 给予你们的建议保健八哦 保健八不要想太多了 对 保健八的话 这个很容易想的太多 嗯 或者说是保健八是会被自己的一些困难 自己的一些想法 自己所想象出来的一些担忧啊 自己所就是一直以来会非常的在意某一些事情 就是我是不是会我的外貌是不是不太好 会不会经常性的被别人说怎么怎么样 就类似于这种呢 就是会因为自身对于自己的一些不自信 从而就是去放大一些外在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有点像是那个挪系的面具了 就挪系的面具的话 就是有点像是把自己的内心当中的那些妖魔鬼怪 具象化出来 然后把它赶跑了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 这张牌就是不要被自己内心所想象出来的妖魔鬼怪给影响到了 就是这个意思在里面 然后看一下 这张牌哈 这张 这有点太大了 是真的大 这副牌 稍等 好 OK 看一下哈 这副牌给你们什么样的指引 首先在这边抽到的是这张牌 这一张可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你们的这个债务状况啊 就尽量不要让自己有债务状况 因为这个 这张牌啊 它的这个能量过重的时候 债务状况可能会就是比较大一点 这种债务状况的话呢 会影响到你们的财运 就有点像什么呢 当你的债务越多的时候 你赚的钱会越少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当你没有债务的时候 你赚的钱会越多 就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看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 哦 又是这张牌啊 好的 这一下子就给我怼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哈 然后呢 在这边可能有一些是有想要去出国的人在里面呢 哦 对 出国的人 我刚把这副牌里面挤到一半 然后想看一下它后面会不会出现这个 结果它真的给我出现了这个好吧 这个真的要注意财务状况啊 还有这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留学高等教育高等学服 有这方面的意思在 还有可能有关于一些物流啊什么的这种 所以呢 大家很有可能就是在九月份会安排一些出行 对 还有呢就是有一点像是 去学习到一些新的一些知识和新的一些知识 还有可能会学习一些新的外语 小众外语什么的这种 还有呢在这边出道的是 这两张牌的话就竞争力会很强了 如果你们是有考研呢 或者说考试啊什么的话 你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准备哦 因为这两张牌出现的话 有关于高等教育的竞争力会特别强 然后看一下吧这副牌 哦爱情啊 首先是会有一些还不错的感情和爱情在里面呢 还有呢 这里出现了一只老鼠牌 最近老鼠牌好多啊 难道是和我录制视频有关系吗 OK 因为我一开始录制视频的时候 我家人就在那边疯狂的开门进来出去 进来出去 所以会视频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断断续续哈 OK 那么在这边 首先抽到的是这个 这张牌 这个白天鹅老鼠牌 还有这个男人这张牌 那么直觉系选手哈 雷诺曼并没有系统的去接触过 但是是一个直觉系的选手 首先在这边感情方面呢 大家感情方面的话 可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感情当中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不要被一些自己的隐藏性的不安全感 因为在这里面刚开始抽到的这个 全杖9 全杖9是有一种迷惘的 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对于未来不确定的这个前提下呢 又出现了老鼠牌 很有可能会因为就是这种迷惘 让别人钻了空子 让自己的感情状态 感情状况出现一些就是不太好的情况啊 就很有可能被别人倒槽了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倒槽 这个意思啊 就是有一种 弹幕帮我解释一下吧 就是有一种 会让有心人在你和对方之间说一些坏话 让你和对方的关系变得更差 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呢 还有他这个老鼠这张牌的话呢 就是会有一些遗漏 还有一些就感觉像是 就是有心的被别人稍微就是影响了 引导了 可能当你和你的朋友去抱怨说 这段感情不太不太好 对方对你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那么你的朋友站在你的角度上 很有可能会就是 哎呀这样的人不要也罢 倒不如也就算了 但是实际上的话 他们的意见可能没有办法 真正的帮助到你 就是这样的感觉 再然后后面出现的 这男性这张牌 这男人的话 还算是非常的浪漫呢 给别人的感觉 是一种非常浪漫的 而且还拿着一个玫瑰花 所以呢 在这里也会代表说 大家在九月份 如果是单身的朋友 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 就是非常浪漫的一个人呢 对 前提是大家需要去 展开自己的交友圈呢 因为我的就是在我的客户里面 我见过很多很多很多那种 就是明明他的结婚的运势已经到了 但是他并没有太多的一些选择这种的 还有甚至就是已经过了那个时间段了 他就是那段时间太宅了 没有去认识人 把好好的大好的运势给浪费掉了 因为这个运势是怎么去算的呢 十年一个轮回 就是比方说在你二十岁到你的三十岁这段时间 你刚好走的是水星运势 水星的大运 那么水星大运里面每一颗行星都会交替去 就是走他的运势 所以呢 刚好你的这个感情运势可能就是 十年难得一遇的这个感情时间段 因为在那个时间段 如果你去找一些办理什么的话 如果是错的人都会被推开 如果是对的人 他必然会留下 但是很多人就是会错过忙工作 或者说太宅 然后就没有认识太多的人 从而浪费掉这个时间了 因为下一次如果你想要再次遇到这样的运势 大概率可能会等到三十几岁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感情这块的话呢 还是需要就是怎么说呢 多去认识一些人 当然也有例外 有些人的话很有可能他的这十年 十年比方说水星的话 如果他的七公主 也就是他的感情这块的守护行星 就是水星 那他这十年几乎都在走感情运势 就不用太着急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比较难得 就这种有一些区别在啊 所以不管运势是如何了 一个小的科普 回来回归到这边来的话呢 这一组如果九月份你们的这个感情运势 还算是不错的 对 如果你们想要脱单的话 真的需要多去认识一些人 在多认识人的前提下 必然会遇到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OK 那么这一组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 拜拜